各位观众 由于欧敏台风给本省带来了充沛的雨水 石门水库的水已经长得很高了 而且我们从标高那个地方 可以看到已经快要达到243公尺了 我们现在就在石门水库的坝底 来给各位报道 现在在我的身后 各位看到泄洪的洪水 有如千军万马一般 以每秒600立方公尺的泄洪量移住而下 这个水冲得很高 然后再冲进一个缓冲湖里头 这个场面真是难得一见的 就会有很多的民众赶来这里参观这个壮观的场面 不过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警察人员呢在维护这里的安全 劝住民众呢不要太接近这个泄洪道 现在在这个泄洪道的下游的左方呢 可以看到一个小的一个辅助的出水口 这个出水口呢主要的是排泄泥沙用的 据石门水库管理局的人员表示呢 今天的泄洪呢可能要泄到晚上12点钟左右 因为石门水库的上游呢 现在进水量还是很多 因此要多泄一点 使它能够发挥调节的作用 那么这种泄洪量呢 对下游的居民的安全来说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对于低洼地区的居民 还有农作物呢 大家应该注意保护 随时要注意水位 在南投集集冰整中心的拔场里 四辆经过改装后的M4-1D战车 正静静地等候射击命令 四周是一片漆黑 从泡沙里面的星光夜视镜 可以清楚地看到 范围2000公尺内 包括人员在内任何的移动物体 加上协助射手瞄准目标的 热项瞄准仪 M4-1D具有了完整的夜间战斗能力 配合着Mark-19榴弹机枪 构成了交叉火网 将200公尺外的目标区 打得是一片漆黑 在M4-1D上的火炮和机枪外 可以由步兵单人发射的 阿皮拉斯火箭 更把这片足足有 十公分厚的实心牵绊 贯穿了一个大洞 瞬间变成火柱 火柱把这个刚刚把它融化 融化了变成一个洞 这个可以打穿任何中国目前的机枪 目前现役的都可以打穿 虽然M4-1服役时间 已经超过了40年 但进入改装后 性能不会输给现代战车 陆军强调 为了主力武器 必须要以能够在海面上 就把敌人用来登陆的载具摧毁 而具有火力强 移动快的战车 就是其中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